Hello 這是我隔離的旅館 从衣柜到厕所 简单两座双人床都介绍一遍 黄先生住进防疫旅館第五天 但他却是在入住两天之后 才收到隔离通知书 我们我后来打了五六通电话 跑了好几个四五个单位 还是在我打完电话的隔天早上 他们才把隔离通知书传到我的手机 即使到了今天 因为我也没有拿到居家隔离包 不只通知很慢才收到 解隔离倒数最后两天 都还没收到防疫包 防疫旅馆又没附体温计 想要量体温只能凭感觉 也让黄先生觉得自己像是被放牛吃草 你框进来你前几天又不管我 然后我又找不到一个窗口 可以询问我我确切的状况 我会觉得非常的困惑 然后你又是在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 把我框在里面 原来黄先生和确诊者 按1858617号到同一家餐厅内用 但在确诊者都已经离开30分钟之后 黄先生才进去也被匡列为接触者 确诊者1月26号公布 黄先生当天接到电话 却在16小时后才入住防疫旅馆 隔离通知书也是晚了两天才收到 流程实在不合理 而高雄市卫生局也为此道歉 一般来说这个行政序大概在20小时左右 那会完成相关的行政程序的送达 那对于少数个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会针对个案这边再进行检讨 那我们会改进相关的流程 卫生局强调黄先生是个案 但也显示出高雄严格旷列 恐怕让防疫人员的人力不服使用 工作量负荷也很大 为疫情奔波大家都累了 在除夕这天高雄还是有2000多人 待在防疫旅馆过年 市长陈其迈也到场送年节礼盒给居隔者 也来慰绕防疫旅馆第一线人员 发送春节慰问津 即使过年无法回家 也能感受浓浓年节气氛 TVBS新闻方志成 宋家军高雄报导 快避开 这边没塞 最新新闻同时及时掌握 不年反乡不卡卡 快下载TVBS新闻app 大量的一条 重新闻 电脑浓浓的一条